我並不是說什麼敢言的人 我覺得重要的事情就應該要說出來 有些機會可以幫到 我都希望可以盡自己所能 我現在就在動漫節的會場 發現有一位很奇怪的可疑男子 就坐在暗角那裡 他看著本書不斷在陰陰笑 不知道他在陰笑什麼呢 你竟然看漫畫 你也不看我 讓我俘虜你做我的奴隸 死定了 起床啊 救我來 死定了 做得我膚怒 不是連化妝品都不懂得戴 是的 主人主人 他說你要化漂亮這個妝 乖 主人啊 你這麼喜歡玩Cosplay的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玩Cosplay 漂亮 當你穿了第二套衣服後 突然整個人好像有了別人格 穿完Cosplay的人有自信組 是嗎 其實 都會是的 可能剛剛要我在這裡拍了一些照片 如果我不是穿著一個Cosplay的衣服 平時的我絕對不可能會做這件事 因為我會覺得很害羞 但一穿了第二套衣服我就覺得 都沒有人認得我 而且我是在做這個角色的事 你就會很自在做所有的事 但我穿囚犯被人看著很尷尬 為什麼這麼尷尬 放開一點 你要玩Cosplay就要放開一點 好可怕 主人 你是不是很多事都放膽去做 我個人沒有什麼不夠膽去做 那我今天性感不性感 都不是很性感 哎呀 今天已經是性感極限了 哈哈哈哈 好 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上戰場了 跟我來 我覺得是索可送的 沒有 他應該不看電視的 Cosplay 平假如我 不得了啦 只是這條鐵鏈都已經滿分了 我真的想不到你 但我真的認得你 你會覺得有人不認得你 我經常都覺得我自己的樣子是那些 八搭的樣子 像這個那個 應該是一些很難認的樣子 再加上我還要Cosplay 那我就覺得沒什麼人認得你 阿肥 我空間不中 你認得他 我認得 林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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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還有呢 香港小姐 香港小姐 有嗎 有嗎 很多年前 東張女主播方面 常常選衣服 都有人貼身 通常都是以襯為主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 很多人都會說小背心 那些 就因為外景真的太熱了 三十幾度 我們是在外面全都報 大家不要看得了 你穿小背心 你不是故意的 你出去報一下 你看你會不會穿這個 哈哈哈哈 你覺得自己做主播表現如何 那當然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那看到呢 其實那些水已經清潔 我喜歡每一天 都是接觸不同的人 做不同的事情 幫回香港廣大市民 幫他們說一些 沒有人發聲 沒有人知道的事情 或者有一些是他們很想 給人知道的 也可以幫他們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說得夠全神 夠直接 有些問候會中方 希望多些機會會見到你 是啊 那些網民 你以為是感言女神 沒有啦 我不是的 我覺得 我並不是說什麼感言的人 我覺得重要的事情 就應該要說出來 尤其是自己做這一行 可能 如果可以幫到社會任何一些 對 有一些機會可以幫到 我都 希望可以盡自己所能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感言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的 都是做一些很普通 應該要做的事情 主人 我們到今天的結尾了 你會不會帶我回家 你說什麼 你和我留在這裡 掃乾淨地才想走 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說什麼主人 不准再叫我名字 你走開啊 主人不要拉低我 繼續變我啊主人 謝謝